不知小猪变大猪 论文抄袭这把火同样越烧越旺 林志坚团队很想赶快灭火 为了在法律上站住脚 团队从论文中整理出三大逻辑 首先说明林志坚是民调设计者 所以用我们这个第一人称没问题 反倒是于正皇没有参与设计 却也用了我们的字眼不符常理 其次是于正皇的研究架构 没有设定一变相 结果内容却跟林志坚一样 都有一变相的段落 最后是研究变数 双方的假设对象明显不同 他之所以会相似的原因 是因为陈明东老师 他的教学跟指导论文写作的方式 所以我想我们从头到尾 也从来没有指责说 或是去说于先生的论文是抄袭的 参考的资料可能差不多 但两人的论文结构拿来比对 第一张序论细项相相同 第二张理论回顾项目也没变 除了第三张一边的主词是林志坚 另一边改成第三竞争者 到了第四张结论 还是一字一句都没变 同一个老师能够提供的框架 或者说能够提供的这个资料来源 也一定都会重复 如果说连参考文献 或者说连写出来的文字都一样的话 那当然某种程度上来讲 可能指导教授应该要负一点责任 不过林志坚团队表示 没有说于正皇抄袭 却也坚持林志坚是原创 只是两人论文实在太像 如有雷同莫飞 纯属巧合 这家咖啡厅距离松山机场不到一公里 这样想选北市长考古题松基签纸 当然也得答 讲完安达的保守 似乎想把战场拉回内湖 那对手陈时中呢 曾批客文哲无法解决内湖交通 那就换人做看看 但也哀酸讲归讲 但提不出解方 这回又说松基议题是政治操作 似乎也是在回应黄珊珊 毕竟前一天她这么说 当面哄完中央再度PO文 要陈时中先去了解内湖交通前因后果 松基是大路障 移属后才能成为内湖减压空间 提不出解方 那就好好用功读书 而松基到底签不签 陈时中难回答自家松山议员帮忙救驾 机场的废除 我个人认为现阶段还是不需要 中央现在针对松山机场 还有战略的国防战略上的需要 所以这个问题陈时中 不太可能有会回答你的方式 松基签纸对蓝绿来说 支票恐怕不敢胡乱开 对执政八年的黄珊珊来说 似乎也只能抓着中央打 新竹棒球场最近状况连连 还造成球员受伤 而同样是卫拳龙的主场 天母棒球场就被拿出来比较 斗大卫拳龙看板高挂 天母棒球场很有气势 设计围绕球团主色调 不只球迷看了满腔热血 市长柯文哲也忍不住拿来跟新竹比 新竹棒球场整修 会用是台北天母棒球整修了10倍 实在是 还是新竹的物价比较高 新竹通盟比较严重 整修经费比一比 天母球场109年整修时 北市府在建制人工草皮 排水改善工程 头补打击练习室等花了8000万 另外厂商整修座椅厕所等 再花4500万总共1.2亿 而新竹棒球场包括结构工程2.2亿 看台座椅5000多万等 以及地下停车场3.2亿 总共花了将近12亿元 扣掉停车场 球场本体花8.7亿 就地整建有拆除保存 结构补强 新建工程和装修等工程 所以费用比例上会比较高 而毕竟天母棒球场 从2002年就开始打直棒 条件相较新竹确实较完善 不过新竹球场也早指出 球员工会早提出建议 怎么会没改善就开幕 对此中职会长蔡其昌发声明 曾二度请市府针对草皮 牛棚红土碎石等改善 后来收到工会提出的27项缺失建议 也会整四个方向要求市府改善 蔡其昌再致歉 表示未来会将球场的审核标准建立制度 并邀及六球团召开会议 把标准放入规章内 但事后不破网等于用球员的安全换取经验 球迷们恐怕是很难接受 TVB的新闻 议会研究室空荡荡 新党台北市议员潘怀宗 人在里头没出面 地上摆着几个打包用的纸箱 因为判刑遭耻夺公权 潘怀宗即日起被解除议员职务 助理准备清通研究室 潘怀宗透过声明重申没把助理费挪作私用 因为身体因素本来就无意再选 要专心养病 为了避免诉讼冗长 放弃上诉 办公室跟服务处都在陆续打包 留机长开始做报告 28号早上还担任警政卫生委员会主席 这时的潘怀宗 不知道自己已经失去议员身份 61岁的他1996年选上国大代表 后来议员五连霸多高票当选 却因为诈领助理费遭判刑两年 虽然缓刑也被持多公权五年 行政院28号公文送达议会 解职日追溯至7月20号 等于立即生效 他如果要上诉的话 大概这一届把他做完都没有问题 可是他就很灰心 他就也不上诉了 同等议员替他打抱不平 虽然还剩四个月任期 依照选拔法规定 潘怀宗的空缺 就是由2018年 市北议员落选头陈贤卫地步 民进党现任三席变四席 现在很大的惊讶 不是惊喜 四个月的这个任期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一个 市议员完整的服务的任期 新人就只剩下我一个资源 或者地方的组织也好 都没有办法跟现任的相比 所以这也是新人参选 比较艰困的地方 一席间从参选人变成准议员 陈贤卫已经磨刀霍霍 新党的徘徊中没了议员身份 搅动的是绿营市北内战 更激烈 本土B.A.5疫情暂时没有扩散 首起本土社区感染B.A.5的造船厂工人 扩大裁检造船厂接触者PCR验出10人阳性 其中7人病毒量比较高 4人定序是B.A.2 另外3人病毒量低无法定序 没有验出B.A.5变异株 不过目前初步看起来 这个从船厂或是职场这边来源的 这个可能性就已经大幅的降低 所以目前来讲 我们还是比较担心说B.A.5 在社区当中已经有一些 感染的一些途径或传染链发生 但儿童重症再增5例 其中1例肺炎 4例是MISC 有3名2岁女童 另外1名9岁女童打1剂疫苗 确诊后隔一个月出现腹痛呕吐等症状 而是后急诊发现血压偏低 并检查出急性蓝尾炎 目前仍在加护病房治疗 现在应该是已经接近高峰要过了 28号新增本土23822例 境外移入149例 死亡62例 最年期的死亡个案 是以名字 多算女性没打过疫苗 有慢性病史 22号快适阳性 隔天意识改变 发烧41度 纵急诊时昏迷休克 两天后病逝 但本土疫情仍在下降 目前战则病房开设比率台北区和东区降到5% 其他地区最多10% 空床来到5699床 空床率更达到63.2% 以新光医院为例 急诊一般病床共有500多床 目前作为战则病房共有50床 但入住率只有5成 但抠下来的战则病房 无法让非确诊者入住排挤到一般病人住院 在未来的话 事实上滚动修正的这个时间 可以从每周一次 那是不是把它增加为一周两次 卓中斯表示 未来也将开放专则病房给肺炎 或是其他急进病患入住 弹性调整病房使用 这一月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一些警方也在另一处名宅内 逮到一名干部当场压制 原来这几处都是诈骗机房 这些被盗用的美女照片 就是诈骗集团在网路上的假身份 会在脸书和LINE上乱枪打鸟找目标 目的是要把被害人骗到林森北路 条路上这间日式酒店消费 上午时段是由诈骗集团负责经营 专门接待这些网路恋人 被害人到场之后 才发现女方怎么跟当初照片上面 长得不一样 但是不能质疑她们 否则会被斥责 难道你只看外表吗 原来诈骗机房和酒店 都是流行主贤在经营 过程中女方会以业绩不足探班为由 又骗被害人到酒店消费 人到场后才发现 正妹变阿姨 女方还会斥责说 怎么只看外表 或说女生怕危险 才没有以正面目示人 更厚颜的睁眼说瞎话 坚持照片是她 说有美言 除了最前面的流行主贤外 剩下的就是负责聊天传奇的 阿娜达们 原来清一色都是男生 这次受害者至少420人 金额超过千万 年龄从19岁到71岁 各行各业都有 多半单身多年 其中71只阿公被骗最多 一人损失94万 万万没想到 从一开始的聊天到后来见面 竟然都是不同人 在扮演同样角色 来到公寓门口 东看看西看看 接着拿出宣传单 一张放进公布栏 另一张直接贴在铁门上 接着若无其事 掉头就走 但他贴的可不是卖房广告 也不是餐厅传单 上面全是骂人字眼 甚至执迷道姓 要一名王姓男子 出来面对 事发在新北市中和这栋公寓 张贴公告的王姓女子 有备而来 多次针对同一个人入骂 原来她疑似不满 前男友想分手 必不见面 没好好处理 又令结心欢 才会心生不满 贴宣传单卸份 王姓女子和前男友 发生感情纠纷 竟然印了好几张 像这样子的公告 入骂对方是渣男 还请朋友 载她到对方家的楼下 把这些公告贴在公布栏和门上 最后遭到提告 不只贴宣传单有罪 朋友明明知道 王姓女子要做出违法行为 还全程载她也有罪 两人被一加重诽谤罪 判拘役20天 法官认为 王姓女子已经45岁 面对感情问题 没有理性解决 乱贴宣传单骂人 自我控制能力不足 加上公告上 指名道姓 很明显是针对特定人士 罪证确凿 但也让人好奇 难道不写全名就拿她没辙吗 罚界人士认为 这张宣传单直接贴在 被害人公寓大门 熟识的亲友和邻居 很容易辨识出她在骂谁 就算不写全名 甚至只写昵称 都很容易构成妨碍名誉 为了帮自己讨公道 跑到对方住家楼下贴公告 骂对方渣男 但情况不回 还得负法律责任 TVB时讯 孝云长郭颖新闻时报道 几名白衣男子聚在门口聊得起劲 只见一名黑衣男 不断对外指手画脚 其他人上前安抚后 勾肩搭背离开现场 但没多久 项念环绕民敌生 警车救护车接连活速抵达 因为 好奇怪 明明什么事也没发生 自己的店 怎么会突然变成行案现场 老板一头雾水拼命解释 就在19号晚上10点多 新北市板桥这间钓鱼场 引起大骚动 警方一查发现 竟然是客人搞的鬼 当时男子一走出掉沙场 误认停在外面的车辆 是自己叫的Uber 正要上车的时候 就被站在旁边的车主 给拦了下来 双方因此爆发口叫 42岁的丁信男子 在老婆朋友面前 呛对方说 你不是司机吗 就应该在车上等 最后甚至打电话报警 黄生这里发生枪击案了 还有民众重担倒地 随后就离开现场 我们有监视器 然后那一天 他就是自己办电脑来 然后来看完之后 接到这通电话不得了 侦察队派出所保大 全部出动 一共动用16名警力 消防队也派出 两台救护车 五人待命 还调阅三支监视器 沿路查访店家 花了一个小时 才确认 根本没有发生枪击案 让所有警消白忙一场 但可不能因为 他一时气愤乱报案 拍拍屁股就没事 这样的行为已经触法 最高可以处 一年以下的有期突袭 黄塘下肚 不止波及无辜民众 还赌气报案 浪费社会资源 酒醒后得乖乖面对 这一通电话的代价 TV新闻 蔡明逊 五余新北报导 女性朋友接陌生来电 有时候某单位 提醒做妇科检查 偶尔遇到怪怪的提问 有些好像说只有200块 还是什么就可以检查 很多项目这样子 我觉得会判有诈骗的这样子 还有更夸张 民众向议员陈琴 接到一名男性电话 自称卫生局来电 一开口就问年龄 身高体重 对方说要做乳癌 防治问卷 结果问的内容 却是罩杯大小形状 越问越露骨 另一位女子 也有类似的情形 电话那头要求自我检测 很多问题让人感到不舒服 自己在一个房间里面 做那个乳房的处诊 问你的那个胸体 是兼体还是下车 甚至是性行为相关 非常隐私的问题 那希望请我呼吁大家留意 本局以及卫生所 目前并没有进行 附外问卷电访 高雄卫生局表示 这半个月来 接到了十几位女子投诉 男子假借做问卷 不断追问私密室 事实上卫生人员 关怀电话不可能问这些事 我来通知您 有符合今年的 乳房摄影的检查 在7月30号的早上 致电人员会表明 所属单位主要通知 符合受检资格 提供检检服务的资讯 也在脸书粉砖 贴出了公告澄清 只是7月15号 就公开的提醒文 TEC高雄市政府 卫生局关心您 才209人看过 还很多是自己人按赞 宣导根本不足 议员才有接到陈清案 TBBS新闻方志成 宋佩文高雄报导 停等红灯时就可以听到 远方传来救护车鸣笛声 当前方号车灯转成绿灯 一旁的女骑士加油门 直接往前骑 眼见救护车越来越近 其他骑士见状 赶紧按喇叭提醒女骑士 只不过对方似乎没注意 与救护车发生碰撞 只见女骑士连人带车 倒在地上 一动也不动 目击骑士赶紧上前帮忙 事情发生在26号晚上7点多 机楼一名流姓消防队员 驾驶救护车 要将车祸伤患送医 一路闪灯鸣笛 行经暖暖圆圆路 准备红灯右转水圆路 疑似被A柱遮蔽视线 没有发现连性女骑士 从左方执行通过路口 双方因而发生碰撞 这一状导致女骑士陷入昏迷 27号凌晨动手术后 转入家户病房 目前昏迷指数6 持续抢救中 事故发生后第一时间 消防队也派员前往医院关心 而女骑士家属体量消防队员执行 目前并没有救责 救护车在执行过程中 只要有闪警师灯 民警报器就有优先路权 不只救护车驾驶 需要再三确认前方路况 其他用户人也要随时留意状况 TVA新闻 刘欣奎 料子盼 基隆采访报导 低着头沿着骑楼往前走 销售员一个个靠近 拿着商品走上前 没想到这一秒 一个彩空听到清脆声响 黑衣女精绝不对劲 到医院照X光左脚肿胀发子 认为这一帅与推销员靠近有关系 气得到派友所提高伤害 没想到侦查终结 推销员不起诉 有三位小姐 然后就是拿试用品要给我 我就不要 我就一直闪他们 所以就没有注意到 原来前面有个截梯 是翻船那样 我就听到很清脆 我的脚筷子断掉的声音 这就是女子走路 不小心踩空的楼梯 她指控是推销员靠擦电器 才会失足跌倒 但是检方查开真正信 认为这名女子边走路边滑手机 认为三名推销员没有过时 回到现场热闹的台北东区 黄姓女子当时经过 复兴南路质间保养品店门口 确实有个楼梯与斜坡 不少人经过会稍微看一下 才走过去 解解调查案发之前 离心女店员站在门边 另一名台籍店员站在一旁 以色列姐女子先开口推销 其他同事纷纷跟上 偏偏这一瞬间 黄小姐踩空左脚骨折 这间美妆店之前就被市议员 点名为强迫消费者购买的前五名 如今又被路人告上法院 店家对此不予回应 警方表示将加强取缔 强迫推销依照社维法 最终可罚一万两千元 与顾客间的距离恐怕得好好拿捏 其原成人理解太不想不到 最近有吗 对 即便早已做好心理准备 会被问到相关问题 感觉还是有点害羞 一人杨又宁出席时尚活动 大家也关心她前几天 PO出的这段影片 在社群曝光3D立体洗帖一打开 蹦出夫妻两甜蜜合照 因为杨又宁与2020年结婚的爱妻 梅琳达准备补办婚宴 31号在台北文华东方酒店登场 夫妻分工合作 毕竟这场婚宴因为疫情延宕许久 杨又宁说两人喜欢的东西 风格都很接近 准备过程没有争吵 纠结的点在于宾客座位安排 目前期待大过紧张 我们婚礼其实都是邀我们的至亲好友 所以蛮期待是一个大家来 然后好久没见了 对一个派对的感觉 这间是华灯帮的对不对 会 坐商宾有谁受到关注 杨又宁证实华灯帮会出现 外传张绍权 贾静文 余文乐等人 都会现身 找了当酒大嘴吗 其实我觉得好像当天 我们会比较忙 我的朋友应该会蛮自动的去 帮忙做这间当酒的事情 怎么样 爹地好帅婚打 婚打 对 对 爹地好帅 所以婚打对不对 时常在社群晒娃的杨又宁 透露浩客的一岁多女儿 也会穿小婚纱参加 至于宴客桌数不到传闻的五十桌 也不会有伴郎伴娘 至于花费 杨又宁说 兵煮尽欢 最重要 TVB的新闻 本人一节卢黄昌 属于TSN剧张组台被报导 大家好 把马尾穿上蓝色脸身裤 开心向在场观众问好 贾静文上周三得了严重肠胃炎 经过休养 向大家报平安 大家担心了 因为之前真的身体不舒服 肠胃炎啊 对 然后就拉肚子 是 出门 但也好啦 换来好像就瘦了一点 贾静文二度T 角落小伙伴电影版现身 正在带来大女儿Angel一起配音 母女首次同台工作 让Angel一度紧张到吃不下饭 贾静文化身前辈 耐心交道 小伙伴们与魔法师五人组的 魔幻月夜派对 这么快就要回去了吗 你们带走的不是我 大女儿我觉得是蛮棒的一个经验 她自己也很喜欢 所以我觉得对她来说是一个体验吧 17岁Angel第一次帮角落小伙伴电影配音 自然的嗓音又能马上进入状态 让贾静文超惊喜 没有心妈啦 只是说因为跟我的工作有关 我觉得小孩们有一次这种体验 而且她也比较大了 所以对她来说 她是一个不同的感受 贾静文和修杰凯 特地包场带女儿们同学看配音成果 步步还开心地向同学们炫耀 Angel配音初体验成功 新二代表现亮眼的还有她 绑起高马尾 戴上黑色口罩 穿极剑装 手持军刀 加上高颜值气场强大 小S二女儿丽丽徐韶恩 10岁的她代表学校去花莲 参加全中浴 参与国中女子组 军刀个人赛 小组赛分在第四组 丽丽有进副赛 可惜在三蛇抢止步 热爱运动的丽丽 主动向小S提出想要学极剑 是为母亲的她全力支持 也提到不是因为韩剧2521的影响 这次丽丽在比赛的帅气侧拍受瞩目 让不少人都期待她之后的表现 TV新闻项目正章 齐云台北报道 戴招牌黑框眼镜 穿上白色上衣 歌手卢广仲 拿着锤子敲眼前冰雕 超兴奋 因为她要六度公弹开唱 再次挑战从早唱到晚的疯狂记录 出道14年的卢广仲 挤满三斤的殊荣 而他在2010年 以Good Morning Good Evening 成为台湾首位挑战一日演唱 早唱和晚唱的歌手 卢广仲这次的早唱演唱会 开唱时间是9点53分 比上次提早7分钟 提醒歌迷不要赖床 卢广仲这次的演唱会 将打造360度环形舞台 一天两场演唱会 内容会有点微调 让都参加的粉丝有惊喜 而人气超高的演员许光汉 也要在韩国办见面会 侧脸罩写上PERSUS 凭借电视剧想见你 让许光汉成为新一代男神 许光汉将会在9月3号4号 在南韩举办个人首场见面会 选在首尔的市中大学大洋亭 消息一出让大批韩国粉丝 为之疯狂 韩媒及时报道 非常棒啊 因为他就是现在大家 很喜爱的一个 韩国男演员 觉得自己帅一点 还是安孝兽帅一点 没有啊 不能这样比啊 对啊 没有啊 我觉得他比较帅啊 韩版想见你开拍 有安孝谢演许光汉的角色 备受瞩目 这回许光汉要飞往韩国 和粉丝见面 魅力锐不可挡 TVN新闻项米镇 罗龙昌张启云台北报道 桥面被轰出 许多大小不一坑洞 乌克兰军队在南部 赫尔松展开大反攻 摧毁俄罗斯关键 补给桥梁 在赫尔松与和其他 通过的区域 当然 他们都会被改变 但已经我们 赫尔松与和其他 泽伦斯基强调一定会重建 赫尔松地区 但俄罗斯马上回击 声称已经拿下 乌东地区乌克兰的 第二大发电厂 二军三个多礼拜首次取得重大进展 不过现在美国政府也采取具体行动 有意与俄罗斯进行囚犯交换 希望让在外囚禁的美国公民重返家园 原来当初泽伦斯基选总统忘记报备只能尴尬牽起欧莲娜的手 两人谈笑风声也成为战争开打以来难得甜蜜的一幕 TB新闻综合报道 身影长达19天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选在7月27号 韩战停战协定签署69周年公开露面 北韩称这天是战胜节 穿着一袭白西装 金正恩的脸看起来相当红润 带着妻子李学祖先是与参与韩战的老兵致敬 也成为北韩5月进入新冠肺炎紧急状态以来 首次不用戴口罩的大型活动 只是面对两韩关系 金正恩也发表演说给南韩政府一个大警告 使用强烈措辞说南韩政权 若以北韩展开军事对决 采取先发制人必定相当危险 南韩影席越政府会立刻被强烈严惩 被北韩歼灭 这也是影席越5月上任后 首次被金正恩指名道姓 发表极具威胁性的谈话 同时放话准备好跟美国进行军事冲突 外界担忧第七次核事 很可能见在弦上 北韩是否进行第七次核事 美韩日本都高度关注 这次金正恩的谈话也让两韩关系 接下来不可避免陷入强对强的情势 TBN新闻综合报导